当银宝师的书圣 在一贯道的佛归礼节 从餐瓷架 早午晚献香叩首 初一十五礼节 拜节 慈岁 拜年 当愿 谢恩都由银宝师一叩首 别小看这银宝师一叩首 当你当愿多人的银宝师 而且各个都成全成为修办到团队的成员 这些道卿常常都是叩拜银宝师一叩首 银宝师受道卿叩拜越来就越 接近慈悲济世的小活佛 如此 人还活在人间 就有许多人叩拜你这个银宝师 你不成就佛国也很难啊 反之求道后 很少度人 没有成全人 你自然不会是银宝师 当然没几个人叩拜你 看来也是成不了佛果的 但是若贪功烂度 因缘不具足 勉勉强强人家求道 恩师祭功活佛曾在新庄区有所辞士 强摘的果子不甜 咱们宝师 也不想方设法加以成全 这就如同种稻子 只播种 而不灌溉 施肥 除草 结果一个也成全不上来 或只是空开花 都无结果啊 甚至度了不该度的人 进入道场来扰乱道场 变成修罗来考道场 如此者 不但无功的 反而造罪过 因为耽误众生及其九旋七祖的因缘 会宁啊 而真心度人的银宝师 连你所度的人之九旋七祖 都会感恩你啊 例如 有味道清 他的学历并不高 但是自从他求过道后 就非常的发心 到处去度人 因为他为人很好 又很热心 讲话又实在 所以他的亲戚朋友 都愿意跟他到佛堂求道 所以这味道清 度了很多人 这味道清 不但度人热忱 成全道清也很热心 只要是佛堂有法会 或是研究班 他都会开车去再道清 来佛堂开法会 而且从他求道到现在 他这个慈悲心 热忱一直没有流失 有一天 佛堂有法会 一大早 天还没亮 他就开着车准备要再道清 到佛堂开法会 当他走出门去开车的时候 看到一群人 有劳有少 有男有女 一见到他 通通跪在他的面前 叩首谢恩 而这群人说 我们都是班员的九旋七祖 非常感恩您 能带我们的子孙 到佛堂求道 又能成全我们的子孙 到佛堂研究道理 我们很感恩你 所以向你叩首谢恩 这群班员的祖先 讲完这话 就消失了 这位诚心的道清 就将这件事 在佛堂跟道清分 想做见证 所以身为道清的银宝师 不能只是带他们来求道 之后就不管他们了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求道的人 只要一求道 他的九旋七祖 都能沾光 在地府就有机会 到地藏古佛的讲经所 去聆听道理 听道理的时候 他们就不用在地欲受苦 而且子孙如果常来佛堂听道理 他们每次就能来到老母的佛堂 接受佛光普照 所以先佛才说一子得道 九旋七祖同沾光 一子成道 九旋七祖同超生 如果求道的道清 努力修道半道 有始有终的话 那必定成道 成道之后 就不再受轮回之苦 而他的九旋七祖 也因为子孙成道 跟着成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